探索生命的意义 同时也要呼吁各界 重视食物浪费的问题 异行者国际论坛 以自我生命意义的探索为主题 而乐山号诗就是快乐的泉源 在高雄出身 享誉华人圈的香港凤凰卫视主持人胡一虎 呼吁各界正视食物浪费问题 希望大家席时 我离开台湾18年了 非常想念这个地方 有的时候坐在主播台 不管是人在哪个城市 心里想到说灌溉我的 培养我的就是这个家乡 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中 可以看到不同的人来这里 有劳自北京的 还有来自台北 刚刚才到的 还有都包括刚刚台湾女婿外国人 那么我知道在现场当中 还有来自东南亚的台商都回来了 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我们回来干嘛 我们不是来投票 我们今天是为而来 因为呢 选举的激情在上个礼拜 大家都感觉到了 但是选举的激情 在365天当中 他只是365分之一 而剩下的364天要干嘛 我们要活出力量 活出爱 但是一个人呼唤爱 一个人自己在那边孤独的岛 还不如大家一块趁这个机会来 让爱当选 让快乐当选 所以我今天来这 就是被这个论坛所感动的 因为我觉得 让我自己家乡好 最好的力量就是 不仅说把爱付出 而是用行动来表现出来 一行者国际论坛 邀请五位在各领域 具有影响力的领导人 吴长参宇论坛活动 吴师宣导力他的精神 与大众共享 独乐不如众乐的快乐密码 史方新闻 黄慧如黄凯杰 高雄采访报道